好,大家下午好 这是我们春节过后的第一个训练会 希望大家都过了一个很快乐的农历年 我今天要为大家继续主讲 灵芝与癌症系列 主题为灵芝对肺癌的辅助治疗 肺癌是全世界或新加坡排前三名的癌症 不管在于新的病例或者是死亡病例等 都是排第前三名的 我还记得我爸爸也是因为肺癌而去世的 那时候我才九岁 好,让我们来了解什么是肺癌 和灵芝对肺癌有起着怎样的一个辅助治疗 灵芝作为肺癌的辅助治疗 现在我做一个免责声明 幻灵片中所包含的所有信息 仅用于一般健康信息和教育目的 并不用做专业医疗建议治疗或复理的替代品 那我们看一些统计 在新加坡的书记就是在2011年到2025年 每年差不多有平均1424个新病例 而且在男性方面肺癌是排第二 那么在女性方面呢肺癌是排第三 所以也是非常的高 也是前三名之内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 了解一下我们身体的这个主要器官肺 肺呢 肺部有两个海绵状的一个器官 就是两个 它是海绵状 就是很软的一个器官 它有两个是分为右边跟左边 左肺呢它有两个肺叶 两片 但是它右边呢有三片 我重复一下 这个很特别 它不是就是说一样的 左边呢它两片 右边呢就三片 它主要的功能是吸入氧气和交换二氧化碳 都明白 我们呼吸的时候 氧气从空气中敷进去 那么由肺的交换 就是氧气进入身体 二氧化碳排出来 再从鼻子排出来 我们每天平均呼吸差不多二十三千次 也就是说一分钟看一人而定 差不多六十到八十次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那么它是呼吸系统一个主要的器官 呼吸系统呢又被分为上呼吸道 这包括我们的鼻腔嘴巴跟喉咙 下呼吸呢 那就包括我们的气管支气管还有肺 所以这就是两个不同的系统里面两个不同的上呼吸道跟下呼吸道 那么什么是肺癌 肺癌本身呢就是起源于我们的肺组织 通常这个就是起源于内膜的细胞 我们叫cell lining就是肺里面的一个内膜的细胞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可能就是一边或者两边的肺部异常细胞不受控制 你们都知道其实癌症都是因为你的细胞繁殖不受控制 就被称为癌细胞 那么它也被分为研发性肺癌跟转移性肺癌 研发性肺癌就是说primary 也就是说这个肺癌细胞呢 是从肺开始的我们叫研发性 那么转移性呢就是说 其实可能比如说 以这个为例啦 它的那个肺癌细胞是从乳房开始的 乳房开始的过后呢 它就被 扩散到了肺部 那么这个就是转移性肺癌 就是secondary啦 所以它的治疗方针呢 就是要以乳癌的治疗方式 因为它的开始的是乳癌细胞 所以它就转到肺癌肺部 它的治疗方针还是要以乳癌为主 那么肺癌呢有几种类型呢 肺癌呢有两种类型 这个你们可能要听清楚 因为这个很重要 那么肺癌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非小细胞肺癌 一种是小细胞肺癌 所以非小细胞或者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是最常见的肺癌类型 就是最普遍的 那么它有三种个亚型 就是说它还可以分为三种 一个就是肺腺癌 就是Arenocasinoma 就是50%的一个占据力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菱状细胞表皮样癌 还有就是大细胞胃分发癌 那么这个非小细胞肺癌它比较好 就是它生长的较慢 如果比起小细胞肺癌 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注意一下 通常的肺癌都是非小细胞肺癌 非小细胞了 就是不是小细胞了 那么在非小细胞呢里面呢50%是属于肺腺癌 你要记得这50%很重要 因为我们等一下我讲的一个产品 灵脂它对这个肺腺癌就非常有效 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 我不是说它对其他的肺癌没有效 因为它在肺腺癌的研究方面比较多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 好 那么另一种是小细胞肺癌呢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small cell lung cancer 通常呢它在X光片当中 我会看到一点一点一点的白点 这个是小细胞肺癌 它是占差不多10到15%的肺癌类型 生长快速 所以它跟非小细胞比起来呢 它长得很快 所以它的死亡率就很高 而且呢它一被诊断的时候 通常它已经扩散到其他器官 所以这个小细胞肺癌比较难搞 比较难治疗 比较生长得比较快 传得比较快 但是它呢只是占肺癌类型的10到15%而已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期或的stages 我们先从非小细胞肺来分期讲起 非小细胞肺就是最普遍啊 记得啊 就是占了差不多是80到90%的一个%力 那么呢 它的分期呢 就是0,1,2,3 3又分成3A,3B跟4 那么3呢 0,7呢 就是很简单 就是它 我们也称为原味啊 就是这个癌细胞呢 是在肺的一点 它还没有 它还没有 增长到肺的内层 就是它在表层 可能就是 它没有通过那个内膜生长 就是在肺的一个表层而已 那么下来就是 第一期 第一期呢 就是不扩散 它还是局限于肺部 可能已经在内膜生长了 那到了第二期呢 它就可能就会扩散到附近的淋巴结啦 胸臂啦 隔膜啦 或者是肺内膜啦 或者是一个 我们心脏有一个外层啊 这就是这个 它会扩散到那边 那么到了第三期呢 肺癌呢 就会扩散到心脏或者肺之间的一个 呃 区域 或者是淋巴结 那么可能这个区域的血管也受到影响 呃 癌症也可能扩散到下颈部 那么它有分成3A跟3B 3A呢 就是 它已经呃 就是 扩散到淋巴结 但是它 只极限于胸部的一部分 一部分 也就是如果它的肺 还是从左边的那个肺开始 它还没有到 另外一边 还没有到 呃 右边 那么如果它到右边的话就属于3B期 好 就是说 如果它仅在一边就3A 如果它过散到肺的另一边就3B啦 那么第四期呢 就是 肺癌已经扩散到双肺 肺部周围或者是眼处的一个器官啦 这就是肺癌的分期0到4 这是非小细胞的分期啊 那么小细胞的分期又不太一样哦 小细胞的分期 它就分两种 一种是极限期 就是极限于一个地位 一个部位啊 癌症仅在于胸部同一侧和一个肺或附近的淋巴结发现 那到它扩散到另外一边的时候 我们就叫广泛期 就是癌症已经扩散到整个肺啦 对面的那个肺的另一边啦 对着的淋巴结啦 肺周围的液体啦 骨髓和眼处器官 所以 小细胞肺癌呢 的分期是极限期跟广泛期 所以这个你们要知道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肺癌有哪些症状 这包括呢 可能会全身无力 感觉到疲倦 而且癌症呢 最大的一个 在末就是到了第三季时期 它最大的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体重减轻 因为可能也就是说 所有的阴阳呢 都被这个癌症 如果你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很多部分 可能所有的阴阳都被癌细胞所吸收了 那么食衣不振 好 因为它是在肺部啊 所以它会影响到你的那个支气管 你会持续的咳嗽 那么会随着时间的一个 就是会越来越糟了 咳的越多 而且胸部有肺部的胸部容易感染 容易发烧 那么有时候你的胸跟背会痛 如果呼吸急促 因为你的肺已经被癌细胞所影响 你要呼吸的更加的处理 才能够 让你的身体有足够的带氧量 可能影响到你的声音撒氧 那么有时候你咳出来的那个痰带血 这些呢都是 我们所谓的肺癌的一些症状 所以当一个人怀疾有得癌症的时候 他每次去看医生 医生都会问他一个主要问题 你的体重也没有减轻 因为在三到六个月里面可能就减轻五六个公斤 这可能就是一个指标 那么谁有得肺癌的高风险呢 第一吸烟者 因为吸烟者其实是造成肺癌的其中原因 如果你不吸烟 吸第二手烟也是有一样的风险 所以如果家人有吸烟的话 那可能要请你这个家人 可能要离业 就是在比较远处抽烟 因为你也不像被吸入这个二手烟 那么在几十年前呢 有一种物质 有一种有毒的化解物质 通常在家里的就是食棉 这个呢是用来做天花板 我们的天花板 或者有时候呢是用来做墙壁 我们叫食棉 但是在近期的这十年二十年里 这个Ambestor已经被禁止了 不可以用在我们住家的一个环境 或者是在工业也有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化学物质造成肺癌的一个原因 好肺癌家族史 就是说如果你的上一代有得肺癌 好像我 我爸爸是死于肺癌 那我就属于高风险期 其实对我来讲我是癌症的高风险期 因为我的公公也好 我爸爸也好 我的叔叔也好 都死于癌症 所以要特别好好照顾身体 那么现在呢 其实有一个邪说了 关于癌症 都是基因的问题 肺癌呢 它有一个基因的突变 就是我们叫EGFR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 EGFR是细胞中的一个蛋白质 它会跟另一种蛋白质 EGFR 结合 那当它呢 这个结合呢 它是会帮助细胞正常的一个生长和分裂 EGFR和EGFR都是正常健康细胞的一部分 但是有时候呢 它的受体 因为对了细胞的一个受体 就是receptor 它太多 那么它可能就会太多的话 它的分化就比较快 因为细胞会分化的嘛 对不对 比较快 而且不受控制 所以如果这个 EGFR 它跟EGFR的结合 那么过后 它的受体很多 那么它就会造成它不受控制的生长和分裂 就造成肺癌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基因突变呢 会有哪些风险 其实呢 你看到很多报纸 就算我曾经看到有关于一些肿尤克医生的讲说 其实在亚洲 不吸烟的妇女也得费癌蛮多的 不吸烟的妇女也得费很多的 或者 不管你是男女 你不吸烟也会得费癌 如果这群人得费癌 而且他们不是不吸烟的 也没有受到所谓的那个有毒的那个物质所影响 这都是因为那个基因突变的问题 都是因为EGFR 跟GFR 基因的突变 造成它很多的受体 就是 而造成它的细胞 很容易突变 就是无法被控制了 所以这个就是 基因突变的一个风险 其实很多肺炎 到目前为止 都是基因突变的关系 好 要怎么抑制防呢 你能做些什么 当然 吸烟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造成肺癌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高风险区 请停止吸烟 或者延离二手烟 避免接触有毒化学物 那么健康饮食很重要啊 或者是经常做运动 因为健康饮食呢 如果你本身是有那个基因的问题 那你就不要再去trigger它 那么可能就是 不要吃那些 会造成致癌的物质 我们讲的就是 可能BBQ food 就是烧焦的食物 或者是 可能就是 那些罐头之类的 不是说不可以吃的 不要吃太多 尤其如果你认为 你的家族是很重的话 有这个癌症的惯例 经常做运动 可以帮你身体排毒 那么要做身体检查 身体检查呢 如果你能提早发现 你有某种癌症 包括肺癌 那么呢 你就可以提高存活力 那么如果你是高风险主 就是刚才所讲的 你的上一代有肺癌 那你就要做年度的身体检查 做一个X光片也好 肺癌早期呢 如果你能够被提早的检查到的话 就非常好 因为这些都是没有症状的 那么有时候呢 这个肺癌的症状呢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其他健康问题 可能是肢气管炎发炎等等 那么当你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症状的时候 通常你的癌症都是末期 比如说肺癌 所以身体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很建议如果你健康的时候 可能每一两年都做一个全身的一个 验血啦 验尿啦 验你的分辨啦 或者是做一个 X光片的肺部的检查 这就非常有效的能够 尤其是肺部的X光片 就能够非常有效的来看 你身体的肺有没有问题了 好 那么诊断方面呢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X光 胸部X光片 这个我看每个人都做过啦 而且呢 有一个叫碳细胞鞋 就是 你把你的碳拿出来化验 或者是 把 我们叫支气管 净检查 就是用光纤管道的那个 摄像机插入你的气道 我们叫Bronchoscopy 或者CT扫描MRI 或者是PET PET的专人来扫描 癌细胞的一个变化啦 那么有时候我们会用 经胸部穿刺活检 就是 如果你 X光片也好啦 MRI也好啦 发现你的肺已经有一个肿瘤的话 通常你要去做活检 或者Biopsis 你就可以在胸部插入一个针管 把那个有怀的细胞拿出来化验 那么现在还有个叫做media stenoscopy 那么这个呢 是要 收集 就是你的那个颈部的 附近的零八节 也没有受癌症的影响 这也是一个 可能会做的一个 测试的一个检查 所以 如果你健康的话 每几年可能要拍一张X光片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但是X光片呢 也不能真正能够看得出 你的肺也没有一个癌细胞 尤其是在初期的时候 比较好的是CD扫描 因为CD扫描 它是很多张X光片一起拍的 如果万一得了肺癌 那么它的治疗方针是什么 那么这有取决于你肺癌的类型 就是它是非小细胞还是小细胞呢 它的分期就是0,1,2,3,4 或者已经传播到 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呢 如果扩散的话呢 它扩散到哪里 淋巴结 大脑 骨骼 肝脏 线 线 因为如果你扩散 通常都要用化疗 如果你没有扩散 只是在一个点 通常可能要 就是 开刀 手术 可能会比较好 那么 治疗目标呢 就是 希望那个癌症呢 可以进入一个缓解期 就是remission stage 就是说 已经检查不到癌症 癌症其实很多时候是治不好的 我们这么说 它能够进入一个缓解期 就是remission stage 那么控制疾病 以及延长寿命 如果真的是末期 尤其是肺癌 其实肺癌是蛮难治疗的 坦白跟你讲 它虽然不是很最难治疗的 它也是蛮难治疗的 如果你跟其他的那些 比如说 比如说 可能 鼻炎癌 或者是 甲状腺癌 或者是前列腺癌 肺癌是比较难治疗的 五年的那个存活期 或者是缓解期 比较难 那么呢 如果真的是比较末期 可能就是要做一个控制 和延长寿命 就是 提高生活质量 这就是治疗的方针 那么 在健康食品方面 有一些具有调节 体质和免疫力的健康食品 是可以辅助治疗癌症的一个选择 这当中 灵脂一直被视为健康食品的首选 什么是灵脂呢? 灵脂它是具有特定了解的一种真菌 它具有2000年的历史 和50年的现代科学研究 其实我们在2000年前 《神龙本草经》就做了一个记载 记载灵脂已经是一个非常出名的草药 九十青生不老 延年神仙 《本草康木》也做了很多的记载 就是灵脂对不同不同我们身体的器官 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 代表什么? 其实灵脂已经被人类吃了将近2000年 所以它的 我们不要谈有效性 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那么现在呢 就有很多最近的科学研究 如果你要知道 应酬是在哪一项的话 你可以去美国一些图书馆 或者PARMAP的这个网址 做一个搜索 那么我在2022年1月9日做了一个搜索 用Garodema 就是灵脂的邪书名或者是灵脂 那么总共我发现了 有4338张的这个所谓的人线报告 都讲的灵脂可以做任何对身体健康有关的一个帮助 所以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去做一个搜索 那么灵脂呢 在协助癌症治疗方面有哪一些呢 第一 抑防癌细胞的增生或转移 就是癌细胞的一个扩散 那么这个灵脂呢 吃进我们的身体肚子里呢 它就可以诱导细胞的凋亡 直接杀死癌细胞 因为癌细胞它是 它会扩散 但是它会生长出新的血管 那再从这个新的血管一直的生长 那么呢 这个灵脂呢 在一些癌症病的方面呢 它就有着诱导细胞掉亡 直接杀死癌细胞的一个方法 提高患者的生存力 那么这个很重要 那么下来就是 它呢 也是对化疗跟放疗的一个补助治疗 放疗就是电疗了 所以很多时候吃灵脂很重要 就是要在那个人在做化疗 或者电疗的时候开始吃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通过灵脂的抗氧化和刺激机制 比如说它可以帮骨髓造血 因为在做化疗电疗的时候 它会抑制我们的那个骨髓 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多一点 一张幻灯片讲到这个 而且它这些所谓的化疗的药都很毒 它会造成肝脏的一个蠢害 你要保护你的肝脏 那么这个灵脂可以减少化学疗法和放射疗法的一个副作用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就是说灵脂呢 是不是要等到呢 做完化疗电疗才来吃 我觉得太慢了 所以可以放心的就是跟大家说呢 灵脂呢 它是不会影响所谓的对化疗跟电疗有负面的影响 治疗的影响 它反而是正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它可以帮助它的医疗效果 如果你不信的话 等一下我会以肺腺癌的治疗的一个方式来跟你们大家解释 为什么灵脂再加上化疗尤其是在肺腺癌方面的成果是非常好的 好灵脂对癌症的证据 刚才我讲的就是说灵脂对身体的有帮助的方面呢 其实就是有4000多张的一个文献报告 那么灵脂对癌症的帮助呢 就是呢 其实有我搜索 我在今年4月份做一个搜索 也有接近1000张的那个文献报告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机制 有效的机制是非常高的 那么现在呢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所谓的 研究跟技术论文 这是刚才我所讲的 灵脂可以预防癌细胞的增值和转移 它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科学的研究到哪里 那么你看得出这边有几个就是文献报告 包括董大臣教授 1985年的那个就是它的一个研究 包括很出名的北京灵脂兵教授 2004年的一个学术性的刊登 还有那个日本学者 Kimura 还有就是在台湾的那个 台大学 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就发现呢 那其实灵脂里面呢 有三铁类 我们灵脂的三铁类呢 是可以直接预防转移 也就是说 它可以直接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直接 癌症它要扩散的时候 它有一个要制造新的血管 它可以直接把那个新的血管 就是 就是让它不能够再生长 就抑制这个癌细胞的一个生长 那么 高分之多糖体也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灵脂里面一个重要的成分 其实它在这个转移方面呢 它是间接的 为什么是间接呢 它必须先提高身体的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来 阻止这个转移 所以灵脂有两个成分 我们都懂 三铁类 它是在这个癌细胞的那个 帮 预防它增值或转移方面是直接的 那么高分子多糖体是间接 就是indirect 它是帮你提高 眉系统 那么 才来用眉系统来对抗这个抑制 癌细胞的新血管形成 那么 要做到这一点呢 通常要很大的剂量 尤其是三铁类 所以 这就是第一个点 为什么有时候在癌症方面 你要吃得非常高 那么因为三铁类要做直接的转移 要非常高的一个剂量 高分子多糖体也是蛮高的 坦白跟你说 好 我们先来看另一个 我们刚才所讲的 灵芝是应该在做化疗跟放疗 放射性疗法的时候吃的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人有这个误解 那么 我就拿了几张的文献报告来做一个参考 跟大家分享 这包括泰国的研究 他们在用灵芝在80个病例 不是用在小老鼠 用在病人身上 我们这个就是叫做临床实验 不是用在白老鼠 而是用在人 这个很重要 他们延长50%的患者的寿命 多活了三到六个月 那么 最重要的是化疗跟放射负重减少很多 那么来自新西兰的 就是纽西兰的这个高的团队 他们也是用在癌症病人 不是小老鼠 临床实验是用在病人 所以他们发现 其实他们用在这些三期跟四期的癌症病人里面 够服用 这很多就是比如说 四十一名患者到了十二周后还越难存活 那么二十八名患者 他的Nanket细胞活性增加 那么这也不同 还有一个是三十四期的晚期癌症病患 吃的灵芝做治疗过三十个还活着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负重也是 他们做那些化疗跟电疗负重也是很减少 所以灵芝调节患者的整体免疫功能 增强人体的抗癌能力 并提高其对化学疗法和方式疗法的耐受性 耐受性的意思就是说 我每次都会跟我的癌症顾客讲 好 癌症 我们有癌症没办法 一定要治疗 医生说什么化疗好电脑 我们不会干预 要马上去做 因为癌细胞扩散是非常的快的 我们要跟时间赛跑 灵芝很重要 因为他要赶快唤醒你的 你吃大量 他可以抑制你的癌细胞心血管的增生 而且他可以赶快唤醒你身体的免疫系统 因为我们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癌细胞 包括我在内 我是有癌细胞 但是可能是因为 因为我的这个所谓的免疫系统 可能还年轻 比较好 他可以抑制 NKS 我们可以抑制这个癌细胞的一个增长 所以 如果一个人 比如说如果我得癌症的话 也代表着我的基因可能不是很好 而且可能是我免疫系统 不能有效的抑制这个癌细胞的增长 所以这还可以跟我的免疫系统有一点点关系 所以呢 最治疗癌细胞的最重要的方法呢 我每次都会说 第一 你要找一个最好的一个肿瘤科医生 用最好的药 用最强的药 因为赶快来抑制癌细胞 因为可能是三七四七的嘛 再加上高激氧的灵脂 因为再加上高激氧的灵脂呢 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化学疗滑 或者是方色疗滑 你身体的耐受性就很高 因为有些人在做 因为有些人不想做化疗 做化疗非常辛苦 有时候做了过后 你的免疫系统就 白血就掉了很低 那医生又不可以做 你就不能把整个的这个疗程做完 因为身体的对这个化疗的耐受性不高 但是你吃灵脂的话 你的耐受性就很高 那么这些研究也发现呢 要得到这些效果 要高分子多糖底 差不多2.5克 这等于差不多120克的永健灵脂一号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 癌症病人在吃永健灵脂的时候 要吃很高的量 那么最少服用灵脂三个月 所以这是最少的一个服用的一个期限 好 这张翻译片很重要 就是告诉大家 癌症病人在做化疗跟电疗的时候 一定要吃灵脂 因为它不只不会影响化疗电疗 对人体的那个帮助 它反而会增强它的一个治疗的那个有效性 尤其是对身体 对这个化疗电疗 它的那个负重的一个耐受性 而且在吃灵脂方面要吃大量 而且最少吃三个月 这就是这张翻译片跟大家所讲述的 那么在讲关于这个 做化疗的时候 我们每次会引起一个所谓的骨髓抑制 什么是骨髓抑制 我们的骨髓呢 是制造白血球 红血球 还有就是我们的pallet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免系统的一个部分 尤其是我们的白血球 是免系统一个部分 那么化疗呢 或者是电疗本身呢 它就会抑制骨髓 就会抑制我们身体的骨髓的一个机制 那么它就不能有效的制造这些白血球 红血球 或者我们的balance 那么呢 这个 这个是北京林志斌教授所发出来的 我曾经 就是说 他发现呢 他们观察 就是化疗前化疗后 它的这个T细胞 T细胞就是我们免疫细胞的其中一种 那么他们发现呢 如果有吃灵脂的化疗之前和化疗之后 这个T细胞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数量都很 都不会降的很高 而且都是很平稳 但是如果那个人他没有就是control group 他如果没有吃灵脂的话 你发现治疗前它是50啊 37 30 那么在化疗后 它就减少 所以这就很平常的 但是如果你有吃灵脂的话 你看它的整个指数 就是这个白血球 T细胞的指数都很正常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研究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在化疗电疗的时候 应该是灵脂 就是它可以帮你保住你的免疫系统 也就是你的白血球 T细胞 那么你就没有容易受到感染啊 因为你说人家在做化疗的时候 身体又感染又不可以做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机制 那么还有呢 化疗的时候呢 可能就有另一种的一个副方 可能就是吃不下 可能就是厌食啦 恶心或者嘔吐 因为这呢 就是因为 在做化的时候 它会对我们的胃肠道 会伤到我们的胃肠道 当你伤到胃肠道的时候呢 你就没有胃口吧 对不对 因为身体是很厉害的嘛 你的胃壁伤害的时候 身体就觉得你消化系统有问题 就让你的所谓的那个 你的appetite 就是你的那个 我们所谓的 你就不怎么吃得下 因为它保护你的那些胃啊 或者你的小肠 不要你吃太多东西啊 因为人的机制是很很 人的整个身体的这些 我们所谓的五脏六腑啦 它是很聪明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当我们发烧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累 为什么 因为它要我们身体休息啊 等等 好 那么这个你就看得到 那么灵脂主在进行常规化疗或放疗的负状减少 这包括就是我们所谓的厌食啦 就是累啦 如果你看得到就是可能就是胃不不舒服啊 那么在灵脂主方面呢 其实它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在没有吃灵脂的方面 你看它的%率保护状就很低 所以这个也是靠住大家 为什么 在我们所谓的那个 做化疗跟电疗时候 影响到我们的食欲 就是影响到我们的肠胃道的蠢 那么为什么要吃灵脂 这就可以做一个保护作用 那么它就没有受影响 它就可以吃得下 因为你不吃也是问题 但一个化疗的病患呢 那么你不吃的话 那么你身体就不能吸取营养 那你的免疫症又更加的低 这个呢 是这个统计数字呢 非常好 我觉得它是灵脂用在普助治疗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是判断在健康灵脂2007年 灵脂用于700名患者 也就是说他们进食灵脂 在这20年当中 吃灵脂呢 他们做了一个问见调查 就是Q&A 那么这个700名呢 这个癌症病人就接受了采访 他们就问这癌症病人 这20年你吃的灵脂 那么你觉得你吃的灵脂呢 对你身体的变化是哪一些 这个很正常的一个问题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要从这个吃灵脂的口中 得到一个答案 他吃的灵脂可能10年20年 那么他到底在这个吃灵脂当中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他们发现呢 72%的人认为 他们吃灵脂可以减低化学 跟放射疗法的副作用 这刚才我所讲的 因为这个就是 跟这个也就是 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些科学研究是对的嘛 门口讲的 可以降低他副作用 所以72%的人 他们吃的 就发现真的真的 比如在提高免疫系统方面 他的死亿方面 他没有那么累方面 这就是一个72%这样的一个发现 70%发现他们改善免疫系统 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生病了 受感染 61%可以减轻疼痛 这也是非常好哦 60%呢 改善生活质量 如果你要 要看这本 一个文件调查的话 你可以跟我讲 我应该有这本 2007年的一个 就是 这个是根据 700名患者 所做的一个文件调查 而且长达呢 就是 10到20年 这是很 已经是非常准确 对我来说 我讲的有关灵脂跟癌症 现在我继续讲研究跟论文 但是现在我要讲的是比较深入 是讲灵脂跟肺癌 刚才我所讲的是灵脂跟不同的癌症 但是现在我要深入的讲 在一些文献报告方面 灵脂跟肺癌 它所研究的一个结果 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现在跟大家讲的就是 这个 这几张 这四张幻灯片 就是很重要 这就是灵脂跟肺腺癌 我刚才提到了 肺腺癌是 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种 就是 Aninoma Casinoma 就是非小细胞的一种 而且它是50% 就是的一个 就是占据的50% 非小细胞的50% 也就是说市场上 如果一个人得癌症呢 是非小细胞的话 大多数上都是 非线癌 就如果你一天听到你的朋友 或者是亲戚朋友得癌症的话 多数就是 非小细胞 而且这个非小细胞本身 很多时候都不是因为抽烟外造成的 就是基因突变造成的 所以 好 这是 非线癌 好 那么我再跟你讲另外一个 要注意的就是 Multidrug Resistant MDR 这叫多重抗药性 什么是多重抗药性 什么是多重抗药性 可能你们 如果你们有亲戚朋友 或者身边的朋友 得到癌症的话 可能他已经离开人世了 但是你往往会听到一句话 他说 我开始做化疗的时候有效哦 不错咧 化疗多少了 他化疗过精神很不错啦 第一次很好 那么第二次第三次 你就开始听到坏消息的 好像 就没效了 有听到这样的故事吗 通常 他们有这样的故事 开始的时候 哎 效果不错咯 但是再下去呢 效果就越来越差 这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 Multidrug Resistant 或者多重抗药性的一个关系 早就是说 早就是说 这个癌症病人 他在用这个药物 化疗药 或者是标靶药 我们叫做Bugget Therapy 或者是Kemodra 他早期呢 就 用的时候有效 早期有效 用开始有效 但是长期使用后失效 这就是他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动物实验当中呢 他们就说 如果你失效过 就是你跟你做了一次有效 二次没有效 第三次没有效 那么你要让他有效 可以 你要增加他的药量 增加他的剂量 但是通常化学药 都是有毒的 化学药也好啦 不要把药都有毒的 那么如果你把剂量提高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用 因为他的毒性 对身体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那么另一种方法就是 你对这个A药 产生抗药性 那么你可以用B药 对不对 但是这个B药本身呢 你用久了 它也是有抗药性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呢 就是说 最终就算你是一个新药 但是你用久了 它还是有抗药性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纠结 很难搞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癌症治疗方面 它是非常很难哦 而且肺癌的治疗方法 跟用的化学化疗药很有限 选择性很有限 比起乳癌跟其他的癌症 而且特别是 如果是肺癌的末期或者是晚期 所以这个多重抗药性 就是用了就不可以用了 或者用其他的也不可以用 那么它对治疗肺癌就非常有挑战性 所以为什么多重抗药性在肺癌的治疗方面呢 就非常挑战性 那么这个要跟你们所讲的 这个文献报就讲 灵脂三体类 以化疗药物 Doxorubicin 在抑防肺腺癌的生长的研究 就是要讲的这个文献报告 我讲的肺腺癌 你们明白是什么癌症 就是最普通的肺小细胞肺癌 而且是多重抗药性 就是开始有用 有作用 后来没有作用 这个就讲到 灵脂治疗效果 不受MD腰性癌细胞 就是灵脂的治疗效果 不管那个肺癌 它本身已经有 为什么有这个抗药性 因为这个癌细胞太很厉害 我今天如果是我肺腻的这个癌细胞 我第一次 可能这个病人用化疗药物 第一次用化疗药物的时候 因为这个很新嘛 所以它就杀死很多癌细胞 如果是癌细胞的话 但是 越用越久的时候 我这个癌细胞 就对这个化疗药 它会产生抗药性 它还是很厉害 就像我们现在的那个冠状病毒 对不对 冠状病毒 它还是要躲 它还是要躲 它从Delta 从以前开始的variant 叫Delta Delta Delta go到Omicron 它还是要一直变一直变 为什么它要躲 要躲 它要躲 它要生存啊 所以我们每次都讲 为什么现在有这个Omicron 而且Omicron的杀伤力是不高的 它只是当它传播性很高 这也就是这个冠状病毒 它要生存的一个机制啊 如果它把它的那个伤害性很高 死了很多人 它这个病毒就不能 就不能就是继续的被传播嘛 因为那个人都死掉了嘛 就像冠状病毒的其中一个就是那个MERS MERS就是在那个东东的那个 那个那个种类 应该是十多年前 从那个骆驼开始传染的 它的死亡率是30% 但是它很快就不传了 为什么 传到的人都死掉了 所以Omicron本身它也是 他们这个冠状病毒一直在变化 一直变化 所以这个肺癌本身它也是很厉害啊 这个细巴也是很厉害 它第一次 它看到这个肺 那个所谓的 化了一样 它就死了 但是它还是会变化 它就变变了 这种药就不怕了 所以就是MDL型的肺癌 它不怕 它已经不怕 你用的那个化疗药了 所以就是MDI型肺癌细胞 所以这个就是MDL型肺癌细胞 有多顽固啊 如果是正常肺腺癌 就是不是MDL型的 那么它用这个化疗药 需要差不多0.05 在72小时内 它的癌细胞就会 塑小30% 但是MDI 就是说 它已经有抗药性的癌细胞 它需要60倍的肌量 60倍啊 差不多要3mg 60倍才能塑小30% 那请问一下 这60倍身体受得了吗 身体是受不了的 这只是用在BIROS的研究 这个化疗药根本不可以用的 那么他们发现 如果磷脂三铁类 跟这个Doxylobicin 合用时 就算 在这个MDL型 和普通的啦 MDL型 就已经抗药了 它的有效剂量 吸附一样的 就是说 能够杀死一半 癌细胞的量 他们叫IC50 IC50 就是说 你用这个药 它能杀死50%的 那个癌细胞 一个指标啦 他们发现 非MDL 就是没有抗药性的那种肺癌 0.29 有抗药性的是0.34 如果比起 之前我们用磷脂需要3Mg 是不是很多 所以呢 磷脂三铁对肺腺癌的疗效 不受MDL型癌细胞影响 也就是说 就算这个肺癌细胞已经 已经有抗药性 它已经慢慢转了 但是它只要加入我们的磷脂三铁类 它就 怕 它还是会怕 因为 这可能就是因为它启动了 身体的免疫系统的T效 可以干啥的去看 哪一个 就是它躲都躲不过啦 就像它伪装 扮成圣诞老人家 扮成小丑也好 明显都认得出 而且另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MDL造成的问题 也是因为 身体有很多毒素 那么到它细胞呢 就不能生长 然后吃灵脂 可以把这个毒素排出来 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啦 其实这个曾经我们在我们的另一个主讲者 就是Mr.Heng也曾经有讲过这个很详细的 那么 所以我们会在主讲这样的一个主题 如果你听了不明白不要紧 因为这个是很深 但是这个非常重要 好像灵脂与化疗药物一加一等于不等于二 大过二 那么他们在那个实验当中呢 他们就发现了 他们就灵脂加化疗药 那么用在这个肺腺癌方面 用在MDL线 肺腺癌 MDL就是那个一定抗药性的肺癌 就是说 他们发现了 如果你单单用化疗药 他的抑制癌细胞是18% 单单用灵脂组是14% 但是如果你两个加起来是78% 好 看得明白吗 就说 他在抑制癌细胞的巴仙力方面 所以你看化疗组是18%而已 如果那个人不选择化疗 当然吃灵脂 也是可以 他有一个14% 化疗才18% 吃灵脂有14% 很不错的 但是如果你两个加起来 14%加18% 应该是多少 32%对不对 但是1加1不等于2哦 他超过2 他变成78% 也就是说 其实有肺癌的 就是肺腺癌的这个人 一定要就是 如果要更快的达到效果 就是吃灵脂 再加上化疗 你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是想说 如果肺癌的癌细胞是MDL 那么灵脂再加上化疗 它的效果非常好 灵脂加化疗 药物对癌细胞的抑制作用 绝对高于灵脂或单独化疗 药物的Doxo rubicin的一个效果 所以两者化疗加灵脂药是最好的 就算那个肺癌本身已经有抗药性了 MDL了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报告 就是说 这也是一样的EGI等于2 但是呢 他的研究不同的地方就是 他要看 这个跟之前那个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要让癌细胞慢慢长大 那个是癌细胞拿来抑制 他们发现呢 在这组方面呢 他们就是先把那个 先把这个MDL的癌细胞呢 注入小老鼠身上 就是注入差不多50mmQ的这个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癌细胞 那么呢 就用一组呢 就用三铁 用灵脂三铁的一组呢 就是没有喂养任何东西 那么发现如果没有灵脂的话呢 这个本身就会从50 只涨到2000 如果有用灵脂的 它从50只涨到500 那么它灵脂组显示 癌细胞只涨到对照组的一半 而且癌细胞活动减少 所以单单用灵脂 它的效果很好 但是这个实验里面 他们没有用灵脂再加上那个化疗药 虽然没有关于灵脂三铁类加那个化疗药 对MDL癌细胞作用的动物研究 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啊 但是因为 他们相信这个 在降低癌细胞生长速度 甚至达到死癌细胞消失的阶段 应该是非常高的 因为之前那个已经是正式的嘛 所以 所以再跟大家重申一下 最好的 最好的就是来治疗肺仙癌 就是化疗加灵脂 好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就是灵脂对肺仙癌的一个科研研究 那么现在来讲 如果你要选择灵脂 那你为什么选择双和灵脂 双和灵脂呢 就是我们双和公司的灵脂产品 在研发、栽装、生产和分销里 有30年以上的一个经验 而且它是高含三铁类 高分子多糖的一个灵脂产品 记得吗 我们刚才不是讲哦 三铁类是可以 direct 直接 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高分子多糖体呢 是间接 提高免疫系统 来 抑制 癌细胞的增长 所以这三铁类跟高分子多糖体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双和灵脂的那个 产品的优势 因为我们有非常高的 三铁类和高分子多糖体的那个量 如果你可能去外面买的灵脂 他们的三铁类和高分子多糖体 那么高 如果你要来吃保健还可以 但是你要来吃 就是治疗 辅助治疗 癌细胞比如肺癌 那就很难了 所以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双和灵脂 那么我重申一下 他在灵脂预防癌症有哪些好处 我这是做一个 做一个总结啦 第一 调节免疫系统 就是控制和预防发炎 因为增强免疫防疫能力 预防癌症和凋亡自燃烧手细胞 你知道 自燃烧手细胞 就是我们身体来抑制癌症的 那么减少治疗期间的感染机会 这是我刚才所讲的 第一 调节免疫力 就是可以帮你控制和预防发炎 好 那么其实呢 很多时候有一个学说 身体的癌细胞都是从发炎开始的 第二呢 灵脂可以改善血液循环性 那么在中医理念里面呢 气血通常可以预防肿块或形成 因为如果你气血通的话呢 你的肿块就不容易形成 所以我每次都讲的 我讲的又再讲 我们身体有个器官是很难得癌症 并不不会得癌症 这个器官很难得癌症 因为它的那个血液循环 非常的快 你懂哪里吗 我看你们都懂 就是我们的心脏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很少听了心脏癌 听过心脏癌吗 坦白讲我没有听过心脏癌 因为那个地方一直帮 血量一直帮 而且它每次会跳动 所以形成这个肿块的 几率非常高 所以中医里面 如果你的气血通的话 你形成肿块的几率就很低 所以为什么中医一直说 气血通很重要 好 第三呢就是 灵脂在增强肝功能方面非常好 那肝功能呢 就是很重要 因为当你在做化疗的时候 通常你的肝 就会受损 因为化疗要到经过肝 来做一个metabolic 而且这个肝受损过 他的肝肝肝可以升高 包括GODGPT 所以在做化疗电疗吃灵脂 就是要复肝 确保你的GODGBT不会增加 你的肝脏不会受损 清除自由基和抗氧化 这是灵质的第四大功用 或者是功效 好处就是 因为自由基会对DNA造成伤害 最新的学说 到我们身体的DNA伤害的时候 也就会致癌 而且抗氧化 也就可以刺激骨髓造血 就是让你的白血小板 白血小板、红血得到一个很稳的水平 这是我们所要达到的 来看一下要吃怎样的一个剂量 通常如果你要预防癌症 可能要8-12颗磷子一天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癌症的形成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 我不是说 如果你每天吃8-12颗磷子 8-12颗磷子 你就不会得到癌症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做一个普通的预防 但是癌症因为本身它还有基因的突变 或者是家族的历史 如果这个家族的历史跟基因的突变已经非常的强 可能就算你吃这样的量的磷子 你还是会得到癌症 所以这是最新的一个研究显示 凡是你的家族癌症死很高 或者是你肯定因为基因突变 你得癌症区别非常高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隐私方面也好 睡眠方面也好 你要不只吃磷子啦 你要多方面的配合 你不可以说 今天我Mr.Sim讲8-12颗磷子 我永远不会得癌症 那是骗你的 这是其中一个方向 辅助治疗方面呢 你就要高级 如果你得了癌症 要辅助治疗呢 通常是60颗磷子一天 分开三次 或者是每两个钟头吃一次 三次可能就是20、20、20颗 或每两个钟头就吃10颗、10颗、10颗 如果你是第一期的话 可能30颗永见磷子一天 我今天用的是永见磷子 四期可能要超过120颗 那么你可以用永见二号来搭配 如果你需要服用超过30颗永见磷子 你就可以用二号来搭配 它的方程式就是 一颗永见二号代替6颗永见磷子 它的前提是 当你要吃超过30颗永见磷子的时候 因为二号本身呢 它的高分子团体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说 当你真的要吃超过20颗永见磷子 你就可以用二号来搭配 好 那么如果很开心 一个癌症病人 他做了治疗 电磷子开刀过后 他已经进入癌症环血期 就是remission stage 医生找不到那个癌细胞 那么非常好 那还是要吃磷子啊 第一年你不会吃超过30颗磷子 为什么 因为癌细胞虽然检测不到 但是还在身体里面哦 第二年到第三年呢 可能要吃20颗一天 4到5可能就15颗 那5年过后呢 就希望你能够一天吃12颗 可能吃10年最少 可能在减8颗 因为癌症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我跟你说 因为我做这行已经接近20年 我看到身边的癌症病患 癌症的顾客 都要非常的小心 如果你要真的把这个癌症环解期 从5年到10年 10年到15年到 当然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双核事业 有很多的这个木漆的这个癌症病人 他们吃的磷子 再加上这些电量化疗 他们都先都活得非常好 好 我跟大家分享另一种磷子呢 就是永健磷子B 这个永健磷子B呢 就是刚其实在心马 其实刚刚上市不久 应该是两年的时间 如果这永健磷子B的特别 就是它可以提升血球细胞的数字 比如说在做癌症的化疗方面 它会破坏正常的细胞 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 适量减低 你吃这个B磷子呢 就可以帮你把这些血球细胞值提高 刚刚我讲到记着吗 那磷子可以就是缓解化疗药 来抑制我们所的骨髓的增生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实验 包括如果你的白血球正常值是这么高 它在化疗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你看它低到这么低 可能白血球只有4到5 如果你加进B磷子 它就可以帮你增长到之前的那个量 这个非常好 如果在这个所谓的那个红血球方面 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正常是怎么样 如果你没有用磷子是怎么样 如果用磷子再加上化疗药呢 如果你正常是这个白色的 南色就是化疗药没有用磷子 红色用磷子 你看它的差别虽然不是很大 这个可能在9 这个可能在10 但是9跟10亿这样的 这9跟11就已经造就了 那个人会 你单单差异到两个的那个数字 红血球 就造就你人累不累 在显红素方面 这是Hemoglobin 在显红素方面 这是Hemoglobin 这是也是很大的一个分 虽然你看这个不是很高 但是它分别是很大的 你要看它的数字 所以永健B磷子 我们是加进去癌症病人的 通常还是要吃永健磷子1号跟2号 但是如果你发现 它吃了1号跟2号 很用的化疗药很强 那么你要加永健B 就是来保护它的这个白血球 红血球跟血小板 那么它就可以更好的来做一个治疗 所以这是永健磷子B的一个作用 可以服用一些我们其他的双核产品 比如花粉中药 因为花粉是地球上最完整的食物 超过200种营养 调节营养失衡 帮助减肥 增加体力和消除疲劳 那么它可以增强身体对灵芝的吸收 所以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吃1颗灵芝跟2颗花粉 其实要叫你吃2颗灵芝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酸的一个加喝营养蛋白素 可以补充能量 它有一个大多益黄酮 这个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抑制肿瘤细胞的癌症 在香港的一个研究当中 黄豆类食品和癌症的预防 在肺癌方面 香港一项研究将会将风险减低一半 所以我们的protein 酸的一个protein 刚才我所讲的 抗癌方面也是很有效的 好 我现在讲了其他的 我再讲一讲见证 这个见证呢 我先讲两个台湾见证 我讲完台湾见证 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个 我现在在处理的一个 就是一个新加坡的见证 这个就是福女士 在台湾 她是94岁得到第四期的肺癌 开始的时候 肤细困难 持续咳嗽 卫生说只能活6个月 而且她是EGL基因突变 所以她是肺线癌很肯定 她是第一种癌症 肺小细胞 你要听到 如果是EGFR 肺线癌一定是肺小细胞癌症 她用标把药 Erasa 这个药非常出名 用在EGL突变 而且这个药也非常出名 你用一段时间 少过6个月到9个月 她就没有效了 化疗三天 肺里还有水 第七天出院 她就是吃灵芝 她很快的就可以出院 而且肺积水有问题 也是减少 因为她是蛮严重的 接下来三个月 每天吃八颗灵芝加Erasa 肺部中的得到改善 那么她每个月减少至六颗灵芝 六个月后她每三个月 季度显示肺部的良好 虽然这个没有讲到她最后是怎样的一个 就是达到什么效果 但是只要在第四期肺癌 再加上吃灵芝 她能好好的延长说明 对她来讲 已经是非常好了 肩症二就讲到就是说 这个刘女士她六十四岁也是 第四期症状就是气喘 身体跟肩膀痠痛 体重下降很快 开始吃灵芝 每天三十个化疗前 她的面线反应包括胃痛跟腹泻 那么其他的反应呢 一个月后就慢慢的减轻疼痛 减少吃灵芝 化疗 她做化疗之后 每天吃四十颗灵芝 没有副作用 也就是没有那个 她化疗的副作用 没有精神胃口都很好 化疗后呢 灵芝减到二十颗 一年后呢 就是她的癌细胞 也是因为EGL突变而转造了骨骼 可能她减少灵芝 其实不可以减到二十颗的 刚刚我讲到 她就继续用标把药加灵芝 每天三十颗 她肺部的情况就改参 所以她每天就持续三十颗 所以癌症病人最少要吃三十颗 那么总结就是 灵芝与化学治疗一起帮助延长说明 减少病化症提高生活治疗 也就是说 在肺癌方面呢 你一定要化疗再加上灵芝 你的效果才是最好的 那么我要跟你分享一个 我在新加坡的一个见证 这是蛮新的见证 这个病人呢 其实是 她也是肺癌 也应该是六十多岁的 六七十岁的一个癌症患者肺癌 她在吃零吃一天 十颗的涌间二号 就差不多六十颗涌间一号 那么她的肿瘤呢 吃了差不多一个月后 再加上化疗啦 她肿瘤就瘦小了五十八千 她有两颗在肺的肿瘤 一颗是66mm x 58mm 就降到33 x 25mm 那么另一颗是52 x 35mm 就降到27 x 19mm 那么她是化疗配上十颗的涌间 这个病患还在继续吃涌间二号 这一定是第三个月 但是因为她之前呢 就是非常好了不错 她好像就去骑摩托 就点了摩托 就是骨头骨折 就在医院做了一个手术 所以就有两个月不能做化疗 只是单单靠零吃 所以我希望啊 她的化疗还没开始 但是因为你化疗 因为她肿瘤只是缩小五十八千 还有一些肿瘤在那边 因为她开刀嘛 所以就不能做化疗嘛 所以很庆幸她在开刀 不能做化疗的时候呢 零吃早吃 就是有一个缓解期 希望通过她赶快身体恢复 就马上可以再加上化疗 跟零吃 希望她的肿瘤再继续缩小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么在结束之前做一个结论 癌症仍然是最可怕的疾病之一 零吃是预防和辅助癌症 是要最佳的健康食品 因为她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领域系统 搭配手术切除化疗电疗 可以更好的改善病情 另外也可以配上我们的一些 永健花粉啊 蛋白素等 来作为一个食疗 一个服用一部分的食用 好 我今天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